台灣漁球時尚首面奧運機台 說到的選手 王麒麟 出發巴黎奧運前 黃金與球男雙王麒麟的女友 樂天啦啦隊女孩 石緣 陳詩緣 在IG上PO出影片 替男友應援 甜蜜放閃 第一眼看女生會看哪裡呢 頭頂了 拿不到的東西我都會幫她拿 要求我回答真的嗎 你願意呢 事實上兩人從四月份認愛以來 便常常在社群放閃 而就在王麒麟順利闖進金牌戰後 喊女友視訊 調皮吐舌頭 還比愛心 讓石緣表示 她終於笑了 好心情完全藏不住 但其實王麒麟在奧運開打前 才表示自己要先關掉社群平台 專心備戰 沒想到就被好兄弟李洋爆料 明明都在划Thress 結果粉絲發現王麒麟的危機百科 就戀這一籃被改成女友石緣的名字 PO上Thress果然調出王麒麟 他們逛機有時差的好不好 我下午六七點還沒吃完 他們就叫我睡覺 拜託 饒了我 讓我吃個飯 王麒麟在奧運期間 一直在網路上和粉絲互動 許多球迷擔心她沒有好好休息 甚至發起叫王麒麟取睡覺的運動 沒想到王麒麟竟然留言 也可以呼叫陳詩緣 因為她很拒內 絕對會乖乖去睡覺 閃瞎網友 而自從林昂沛確定奪牌後 許多球迷就開始關心 林昂可以拿到多少獎金 根據國光獎章奧運金牌 獲得兩千萬 銀牌則是七百萬 可以選擇終身月份或一次全領 以月齡來看 奧運金牌一個月就可以領到12.5萬 如果接下來林昂楊可以順利搶金 就有機會月領25萬 祝福林昂順利搶金 不只為國爭光 還能各自把老婆本帶回家 多次新聞 綜合報導 第二局 林昂發揮得依舊強勢 然後他一直給我信心 然後後面嘉年也一直給我鼓勵 叫我要去跟他們去做對抗 第二局其實氣勢有點降下來 那大家的鼓勵就真的是給了我 其實今天騎琳打得蠻好的 可能在第一局我們失誤之後 他其實自己第二局之後 穩住自己的心態 然後把他自己蓋我的強勢打出來 當然很高興他在現場 因為其實我的拍線都是把他拉的 然後就會覺得說 有家人支持的力量就真的很好 第一局我就非常緊張 因為很希望可以拿下這場比賽 然後所以導致自己在發揮的沒有那麼好 然後好在第二局里昂發揮的依舊強勢 然後他一直給我信心 然後後面嘉年也一直給我鼓勵 叫我要去跟他們去 去做對抗 然後好險在第三局的時候 自己一個發長球的戰術算蠻成功 因為在預賽的時候 我看李昂發長球 我想說我也嘗試一下 那很開心蠻成功的 你要看一下今天兩個人的搭配 其實今天騎琳打蠻好的 可能在第一局我們失誤之後 他其實自己第二局之後 穩住自己的心態 然後把他自己蓋我的強勢打出來 所以在二三局之後 我們都可以打出我們蓋我的特色 然後也很感謝各位球迷幫我們支持吧 因為其實現場的嘉尤村真的很大聲 裡面聲音我們聽轉播也超大聲 真的 非常大聲 因為其實我自己在第一局打完 第二局其實氣勢有點降下來 那大家的鼓勵就真的是給了我力量 我希望我可以把他頂住 不要就是辜負大家的加油聲 聽你爸爸在臺灣跟我們說 他明天要聽到 下次要聽到國旗 哥哥你有沒有信心 加油 下一場的對手是中國 對 那這組因為台銘也不高 所以你們覺得說這組 接下來講這個準備 我覺得還是要把自己先準備好 因為畢竟自己還是要有正常的發揮 才有機會跟對手去做對抗 所以我還是會希望自己 因為有一天的休息時間 所以希望可以先把身體準備好 然後有一個良好的心理素質跟身體狀態 去跟他們做對抗 你要不要看一下接下來的對手 當然就希望說把每一顆都打好 因為畢竟已經進了決賽 那希望說把我們 臺灣的精神展現出來 讓大家 魚湧熔煙吧 楊寶寶寶也今天專門 飛到巴黎來為你加油了 當下其實我不知道 我是到結束了之後才知道 我知道他有在巴黎 但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票 因為他 其實我出場的時候就有看你爸 我沒有看我爸 那我想說我先不能跟你說 對我想說我不要 因為我通常是不太希望 因為我親人的時候 我感覺我壓力會更大 當然很高興他在現場 因為其實我拍線都是爸爸拉的 然後就會覺得說 有家人支持的力量 就真的很好 連續兩屆闖到金牌站 這麼多粉絲來 有沒有想要對他們說的話 就很開心可以跟各位分享這個喜悅 那希望後天 我們可以拿出最好的表現 那也希望他們繼續為我們加油 大家是不是會繼續力挺鈴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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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便宜 好便宜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讓你兩個去休息 讓你兩個去休息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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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 也就是呢 我們的奧運羽球男雙四強賽 林楊佩確定搶下金牌站門票 也就是我們確定 會有一面獎牌入袋了更進步的狀況 我們把時間交給記者和雲婷報導 雲婷 好的主播 林楊佩的李楊和王麒麟 在巴黎奧運羽球男子雙大項目四強賽當中 對決同為小組賽第一組出現的丹麥組合 比賽一剛開始就打得相當激烈 雙方選擇長發球的調動相當多 賽況也一直是你一分我一分 不過丹麥組合多次將角度給帶大 追分時刻 王麒麟回憶漂亮的分球回擊 再將分數給追了上來 只是接下來展開競爭對決 才讓丹麥組合得分 以相差三分的狀況下 讓對手奪下第一局 第二局開始 林楊佩就不敢大意 接力進攻以緊咬分數 靠著丹麥組合連續幾球的力道過猛 拉出一波漂亮攻勢 李楊和王麒麟不斷下壓 再搭配角度的變化先拉開 在對手回擊掛網之後 來到局點以21比17 進入決勝的第三局 決勝局李楊和王麒麟 也是一直享有領先攻勢 在對手回擊頻頻出狀況的情況之下 分數越拉越開 最終以21比10的大差距 勝出第三局晉級金牌戰 而值得注意的是 這回前四名 本週排名都是一二三名 李楊和王麒麟則是 本週排名第十二 這回亮眼表現也讓台灣的民眾 統統熱血沸騰起來 以上是我們掌握的最新消息 將時間盡頭交換棚內 恭喜羽球好手李楊王麒麟 聯合挺進奧運金牌戰 綁就好了 李楊也講一下啦 更行 綁就好了 面對記者關心 中華隊羽球黃金男霜的李楊 總是第一時間 將麥克風交給好搭檔王麒麟 相照於外相的王麒麟 李楊的確內向許多 偏偏他們這樣組合 以內以外意外合拍 時候該給年輕人一些機會 那當然還是多少也捨不得 當然也捨不得 我們大寶貝對不對 確定在巴黎奧運後 正式退役的李楊 訪談之間一個在鬧一個在笑 還是可以看出 對好哥們滿滿的不捨 你今天真剛好 你們今天那麼早 今天那麼早 因為比賽也很早 加油 謝謝 加油 謝謝 好哥們 快點再大聲一點 加油 加油 啊 因為比賽也很早 加油 謝謝 加油 加油 謝謝 加油 加油 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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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最近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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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來幫他們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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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的時候我蠻專注的 但後面精力有點掉的時候 所以在第一局後半段 好險李洋有強勢的把局勢控制回來 其實今天就是我們剛好一人一半吧 就是他失誤的時候 我狀態咬住了 我失誤的時候他的狀態咬住 其實真的蠻艱辛的 希望可以為台灣在前進獎牌賽 所以今天其實給日野壓力很大 所以其實在場上打起來非常緊張吧 跟李洋的這個搭配的表現 我覺得就超乎預期吧 那很開心小組能四連勝出現在加上今天的勝利 那希望可以繼續努力 然後朝獎牌賣進 今天覺得你們兩個人搭配起來的狀態怎麼樣 一開賽就很火熱 一開賽的時候我蠻專注的 但後面精力有點掉的時候 所以在第一局後半段 好險李洋有強勢的把局勢控制回來 然後第二局可能我們 因為連續幾天出賽疲憊 所以今天的狀態有點沒有那麼專注 而且對方相對打比較強勢 而且今天的風向兩邊不太一樣 所以第二局換對方是順風 球過來比較有衝擊性 所以我們打起來就應付的比較沒有那麼好 那好險後來在發接發 我們有用長球跟後來連續發小球 然後去取分在發接發有做好 所以很開心最後有把局勢控制下來 現在已經拿下五連勝 今年氣勢真的還不錯 但現在到目前為止 整體跟李洋搭配的表現 我覺得就超乎預期吧 因為畢竟我們一開始抽籤的時候 抽到死亡小組其實自己 沒什麼信心 因為我們狀態其實都起起伏伏 那很開心小組能四連勝出現 再加上今天的勝利 那希望可以繼續努力 然後朝獎牌賣進 對其實今天就是我們剛好一人一半吧 就是他失誤的時候我狀態咬住 我失誤的時候他的狀態咬住 其實真的蠻艱辛的 因為今天八強其實很想進四強 因為希望可以為台灣再前進掌台戰 對所以今天其實給自己的壓力很大 所以其實在場上打起來非常緊張吧 第二局的時候 對啊發球發兩個失誤 然後就開始非常自責 然後就在場上其實真的很擔心說 會不會因為自己的失場 然後去影響到搭檔跟這次我們的 整個賽事 所以其實這場壓力有比較大 對沒錯這場壓力比前幾場 跟昨天差不多吧都很大 然後只是今天這場又加上幾顆發球 比較簡單的失誤出來之後 就覺得很不順暢 對所以感覺壓力就更大一點 下一場的對手是丹麥 嗯 就希望今天趕快回去休息吧 因為